哈喽你好,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这一集 闲运教练101的节目里面来,我是星成 在今天这一集我邀请到一位朋友叫Lidia老师 她曾经咨询过上千位的个案去帮助人们 去调整他们的金钱跟财务的体质 重新设计他们怎么样去达到财富自由的一个路径 那同时呢她也培训了很多人成为金钱整理师 像她一样可以帮助别人去改善金钱的体质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她的这个系统其实是一种比较外在的一些技术 跟一些技巧,很落地的那一种 就是你可以透过她的诊断就知道 你要买房子,或者是你要财富自由 你可能只需要几年,你只需要用哪些方法 你只需要乾坤大挪移一下 你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呢在今年呢,她突然斜杠了一下 她开始培训人们去了解自己跟金钱之间的关系 开始做一些内在疗愈跟一些关系的咨询 金钱关系的咨询 那在这一集呢,我们就聊到 她为什么会突然从这些外在的技术层面 开始增加了多的一项的一个内在的服务 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聊到了 人们常常犯的一些金钱的内在误区是什么 是什么阻碍了人们在金钱上面获得自由 又是什么让人们即使知道一条明确的路径之后 但是却仍然卡关的一些原因 OK,好好享受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吧 好的,各位亲爱的心灵吧台 还有我们的那个闲云教练们 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财务建筑师金灵 大家可以叫我Lidia 那我过去从2004年到2016年都是在金融证券业 那在证券业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呢 通常我的工作就是介绍客户 买进卖出一些投资标的 那在过程中我就发现说 很多人虽然这样子忙进忙出 到最后投资的结果符合他们的预期的人很少 那甚至越频繁买进卖出的人呢 他的亏损是越多的 所以我当时就开始觉得 我这个工作好像价值感 我找不到 找不太到它的价值 从数字找不到价值 对,就是赚了钱 然后又亏回去市场 那大家到底在忙什么 所以再包括我自己当时 自己的财务都没有管理好 我就觉得 那我们所有人在忙什么呢 最后赚钱的人到底是谁呢 所以我就开始对我的这个工作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在2014年底 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财务规划 那财务规划其实在国外行之有年了 大家跟我刚开头的自我介绍叫财务建筑师 那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自己的财务蓝图 财务大楼 你这一辈子要盖出一栋 属于你自己的财务大楼之前 在盖房子之前 我们都需要画设计图嘛 就像我们那个花了钱 花了几百万几千万买一间房子 如果这间房子一开始跟你说 它没有任何的设计图 也没有任何的安全结构 那我想没有人敢花这么多钱去买 所以我们自己的财务大楼 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盖之前呢 画设计图 然后今年累月的一层一层的 慢慢从地基啊 一楼二楼慢慢这样盖上去 那我就是属于画这个设计图的角色 所以他就可以称为财务建筑师 那所以设计 他的一个过程就是要符合 每一个人的想法跟需求 比方说 每个人对于金钱的价值观也不太一样 现在手边拥有的财务资源也不太一样 然后对于未来想要完成的 这些所有的财务目标 人生当中想要完成的很多大小事 都需要钱嘛 那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客制化一点 所以他需要针对 针对性的服务去做这种一对一的设计 然后再到后面的陪伴执行的 一个整个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主要在做的事情 那也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呢 被我服务的学员 或者是有上过我的一些基础课的学员 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有意义的 他不单纯的是卖那些金融商品 而且更多的是在过程中给到每一个个案 一个比较底层的财务管理的观念 然后不是着重在这些金融商品的买卖 所以他们觉得我也想学会怎么做个案 然后去协助更多人 所以我也开启了这样的培训课程 所以在这从2016年 我就离开金融业 然后在网路上推广这些正确的财务管理观念 那一路到现在 那我现在呢就也有自己的财务建筑师 跟金钱整理师的团队 其实就是培训他们 跟我有一样的能力去帮助更多人 因为我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嘛 我能做的个案量就那么多 那如果让更多人一起来共襄盛举 把正确的财务管理的方式方法 跟底层的观念推广出去 我觉得会减少大家走很多的冤枉路 嗯哼 对 对 刚刚有提到就是 呃 画设计图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还 还蛮有趣的 所以 呃 所以现在财务对大家来说 是有这么 比较怎么讲 呃 像盖大楼一样 因为盖大楼 画设计图的感觉是 有一定的专业在 如果是在盖建筑物的时候 可是财务的部分 大家都也会需要一个 建筑 建筑师跟设计图的角色 去帮他们设计 所以是代表这块 水很深吗 还是说是 还是大家 观念不是很好 呃 如果在医学的领域 大家可以把 市场上的这些金融商品 不管保险啊 基金啊 股票啊 这满大街的这些金融商品 琳琅满 目的 理解为 药 那我们现在满大街 是不是都是药局 你一走进去 那个商 价 价子上面 陈列了一大堆 那我们在面对 金融商品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欸我到底要怎么选 选出一个最适合我的 那最常听到的就是 投资的部分 隔壁老王 最近买了一支股票 欸赚蛮多的 然后介绍我去 也来投资一下 欸我就买了 然后最近 那个身边的朋友 欸可能都在买 预售屋 欸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 透过这个买预售屋来存个钱 让自己钱不要乱花 然后最近什么 比方说像那种 有意外的新闻出现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觉得 那我意外险 是不是也应该要来补一下 就是会比较这种随机性的方式 没有一个整体性 他的感觉就会很像 隔壁邻居跟你说 我跟你讲 这一款肠胃药还不错 你吃看看 对 然后一般人就 哦这样吗 那我最近肠胃刚好 对怪怪的来吃看看 啊心脏病 这款心脏病的药不错 你可以吃看看 可是一般人一听到 啊心脏病 我又不知道 我又没有心脏病 我不会去吃嘛 所以他在没有经过 医师的诊断之前 如果贸然的 就把这些药吞下去 那实际上后面出现的副作用 谁来负责 对 就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 在做财务决策之前 如果没有做一个财务体质的诊断 那么你就贸然的去执行这些决策 真的不如预期的结果出现的时候 那也就只能致负盈亏 副作用跟后果自行负责 他现在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就知道 那他走那个路 有哪些工具 是可以用的 大概要熟悉 这些东西 所以不是把责任都完全交给不知道谁 交给老天爷 对 因为我们最常听到就是 我就很信任我那个银行里钻啊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投了啊 哇 最后都害我亏钱啊什么的 实际上你的钱也是 大家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 所以不应该把他交给任何人去做决定 该做决定的是自己 所以我们财务建筑师的角色 就是站在一个诊断 然后去让你知道 自己现在的财务体质在什么位置 你现在适合做的财务决策 有哪一些 他其实跟我们教练有点像 就我们现在在现况A点 然后我们要厘清他想要去到的那个B点 那个完美生活理想人生 财富自由的人生对吧 那这中间一定会有差距 不管是金钱的差距也好 心态的差距也好等等的 那我们着重在技术层面 就是这个金钱的差距 这个缺口 你怎么样透过未来这些所有的财务资源 去做适合跟妥当的安排 或甚至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财务资源 你怎么样去创造出这些资源 让你一步一步的可以走到 你要走的那个B点去 而且我们做的财务规划 它是会跑财务工程模型的 所以变成说 你从A点到B点可能需要经过五站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北 我要去到高雄 我可能要在桃园下车一下 台中也要再下车一下 要去执行某一些事情 那我每执行一个动作 我的财务水位会出现什么变化 他都可以事先看见 所以我们的个案很有趣 他可能现在模型一跑下去 发现他60岁想要完成退休的这个梦想 是可以完成的 可是他的钱 他的财务水位里面的水 67岁就会用完 那老师你觉得 现在看到67岁就会用完 还是等67岁再看到哪一个比较好 现在看到比较好吧 对 因为67岁就用完 67年就用完了 对 这两个只是放假7年而已 对 然后就变成67岁还要出来找工作 就有点 有点难了对吧 所以现在就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调整 不管你是要创造收入 节省支出 增加你的投资 然后增加你的投资的效益 风险管理要怎么样去做 能够让这个水不要漏的那么快 他都是 就开始会有一个这样的方向出来 对 感觉是很明确很具体的 因为像我刚刚听到就想说 这个跟一般很多老师在教财商啊 那什么 变现 或者是现金流 财富流这些游戏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不一样不一样 他 不一样 感觉你们的比较具体 就是财富流都只是讲一个 概念 就是 对 底层的观念让大家建立 但实际上怎么去做 什么算 然后 金融商品的那些差异什么的 大家都不知道 对 没错 就像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诊断 有的人可能账上现金放太多了 因为我们都说嘛 你的紧急备用金准备半年的年度支出 比方说家庭 你的家庭一年要花一百万 那你的紧急预备金准备五十万就好啦 可能这个人账上放了五百万 那很多人会放到五百万的原因是 一 他没有时间把剩下的这四百五 拿去放在更有效率的地方 他没时间研究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他可能两年后他要买房子啊 他先存投期款啊 这个钱他是不能动的 哦 那还有一些人是真的就完全忙到没时间 连转程定存都没有 对 对 就是太忙了 工作太忙了 对 没时间了解这些东西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去给到他们 也要符合他们未来的这些想法跟目标 啊有些人是 没有 老师我也没有要买房子 我也没有要投资 我纯粹就是放在那里 我就有安全感 嗯哼 对 就是我们情侶模式讲的安全感 对 所以我们也没有 财富跟安全感 对 那如果是一般坊间的那个 我以前在证券业 我一看到这个客户账上有这么多现金 我开始就会鼓吹他说 那不然你来投一点基金啊 或什么的 业绩的部分 对 那在财务建筑师的角度 就会更关心后面客户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想要做的 他们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存这笔钱在身上 这样子 没错 没错 怎么样做更有效的运用 对 那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 刚刚是分享你的专业嘛 但其实今天要聊的是 你最近在分享一些 有关于比较内在的东西 对 有关于金钱能量的调整 金钱关系的咨询 对不对 然后是什么机缘让你从 就是本来比较外在的 就是这些技术的服务 跟系统服务 然后开始探索内在 这些相关的议题 这个就是我这七年来 做了上千个财务规划的个案 那每个个案 拿到财务报告书之后 因为路径就很明确 财务报告书 它可以说是一份地图 就我从台北要去到高雄 我怎么去 我怎么搭什么交通工具 哪一站下车要做点什么 都知道 对 个案都知道 都清楚 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的人你就会发现 他迟迟不出发 那有一些人是走着走着 他人怎么出现在花莲了 他不是应该往高雄 那个方向吗 对 那还有一些人是 坐着坐着 比方说 讲到要存紧急预备金 他真的存到了 但是他的潜意识就帮他运作 会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他这个紧急预备金 又一夕之间全部都没有了 对 就很神奇 会有很多意外就对 对有些人 像我有个个案 他计策的东西 对我有个个案就很特别 他呢存款无法超过一百万 他每次存到差不多九十五九十六 他就开始想尽办法 会让这笔钱又回到剩下一二十万 对 对不管是去随便做一个投资 或是随便去花掉 或是人家来借走 但是他是很想要存到一百万 还是很想要执行这个路 可是就是 做不到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啦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总是会有各种情况出现 来阻碍他 因为他这一战没有完成 他无法往下一站继续前进嘛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 也因缘忌讳哦 就是学了这些金钱疗愈相关的 就去探索 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 他们家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爸是做生意的 对 然后合伙嘛 合伙就出现纠纷 然后就被告啊 所以当时法院来查封的时候 他爸的存款就是刚好一百万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 他的潜意识里面居然就告诉自己一个信念就是 超过一百万会有危险 嗯哼 所以他就让自己 不要到达一百万你知道吗 对 是不是很有意思 很有趣对不对 对 潜意识的力量 对 然后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 他说天哪 居然是因为这件事情 对 然后后来转化掉之后 他就超过一百万了 这就是在探讨的是他的原生家庭的一些 对他的一些影响 然后他之前都没有发现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一个人无法前进 或是说前进到一半会有阻碍 他更多的是内在层面的问题 而不是技术层面 因为技术层面明明就都知道怎么做了 就像你们的服务或是那个城市 算一下 你们咨询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一个人 他这辈子财务的路径是怎么样 对对路径都很清晰 但是很多人却不一定可以 就有很多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如果你要做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有讲一个故事说 物理学家他可以去计算 你踢一个球 你用了多少力 然后风向是多少 你往那个方向 他算一算可以算出来 你的那个球的落点会在哪边 对对 这就好像是外在那些建筑 财务建筑师的那些技巧 设计的蓝图 那是很固定的一个算法 没错 符合物理学的 对 可是如果今天把那个球换成一只狗 物理学家就算不准 嗯 我觉得有种感觉 就是当这个东西是给人执行的时候 怎么半路 不要去高雄结果跑到花莲 对 或是一直没有上车这样 所以你发现的是 你发现的是因为 他们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一些原因 然后导致就是路已经那么明显 就告诉你直走走走 你再直走就可以到 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会跑 又想要往右 或是走到一半停下来 对 你觉得这是跟内在的一些东西有关 没错没错 你才会去探索这样子 对因为我前面这六年哦 我只要看到他无法前进 没有执行 我就又再给更多方法 再给更多的技巧 结果呢 就造成他们更大的压力 就变成每一次 对每一次要回来回诊 他就会开始 啊 Lydia老师上次交代的那个东西 我都没有执行 都还没错 对 然后就会开始说 哎老师我们要不要再往后 延个两周啊 然后渐渐的就没有再来跟我约了 那这就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因为我想要我的服务 是在他的生活中真的有发生改变 这个才是我 我认为我心目中的商品 我的产品是长这样子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真的发生改变的时候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执行力很强的人 但是反而百分之八十的人 他拿到报告书之后 好像就是拿了药回家不吃 他就觉得他的病好了 就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这个往内在层面去探索 有他的必要性 然后我也一直在 从自己16年开始创业 到了18年 我开始接触身心灵 开始去上一些相关的课程 我就发现说 这个外在的技术层面给再多 只会造成更多的压力 所以我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 哇 这个后来回来 个案回来回诊的时候 已经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都没有在讨论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都在讨论内在层面的东西了 是为什么 技术太简单 然后 还是他们对这块也很有feel 或是有很多觉察 对 就是比 对 当我开启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比方说 他的财务报告书里面 可能说的是 退休 假设55岁想退休 想要换一间大房子 结果呢 下次来回诊的时候 他房子已经买了 就是跟他设定的目标 又不一样了 然后 就 他就说 就因缘际会啊 这个房子来得 来得很神奇啊 或是什么的 那后面去探索 有的时候是因为 他的模式是 只要有钱 他就要把它换成房地产 他才安心 对 所以就会变成 他帐上的房地产 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造成自己的现金流动性不够 不太够 对 然后我有好多的个案是 很有钱的穷人 很有钱的穷人 就是有很多资产 但是现金流短缺这样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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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啊 对对对 然后那 那你去探索这个模式 你发现 比较常见的误区是什么 就是因为 等于说你是有一个标准 因为你们财务建筑是有一套系统 可以知道 对 怎么样是可以有效达到他们的财务目标 然后它会变成一个计划嘛 一个盖房子的计划 对 对对对 然后可是 大家都不照着走 你觉得是 你看见了常见的 的问题的根源 或者误区是什么 有几个方向 一个是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 比方说爸妈 家庭观嘛 对 爸妈的理财观 有些人就是说 股票很危险 打死都不能碰 那可能是过去 长辈们或是爸妈 自己在投资的时候 有吃过亏 那还有一种呢 是 钱好难赚啊 所以要省钱啊 要把钱好好省下来啊 钱真的很难赚啊 赚钱很辛苦啊 要很用力 很努力才能赚到钱 所以个案就会去创造出这样的剧情 那会有两种极端 赚钱很辛苦 要把钱存下来 第一种极端就是 那我要证明给你看 赚钱很简单 所以我可以乱花钱 这是第一种症状 然后第二种症状的人 对 第二种症状的人 他就会让自己真的赚钱赚得很辛苦 要很用力 然后真的赚到钱了也不开心 对 这样 所以父母的 来自于父母的影响 我看到的目前是第一大宗 然后第二个 第二种影响就是 来自于另外一半 没有受到另外一半的滋养 没有受到另外一半的滋养 什么意思 会卡住他的金钱能量 比方说他想要去创造 但是另外一半可能会告诉他说 这个有风险啊 这个很危险啊 你这样子啊 在家带小孩就好了 你弄那么多东西干嘛呢 对不对 你就乖乖的 家里又不缺钱 等等的这种 对 然后所以就会让他们 就无法前进 以前听过一个 那个成功学老师就说什么 成功 他讲成功的秘诀 然后其中一个 很大的秘诀是不是 他说什么 呃 他说 你的枕边人 对 他说你的枕边人就是你的催眠师 然后 他跟你讲 他跟你讲什么 很容易对你有影响 对 对 真的 所以这个对大家的影响是很大吗 很大呀 跟父母差不多 对 但父母的影响会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从小 还在 比较深刻感受 可是感觉另外一半是无形的 对 因为我们 如果说二十几岁结婚 跟另外一半 至少也要相处个三十年以上吧 对吧 对 对 而且甚至结婚之后 受到父母的影响 反而就没有那么大了 整天 那个接受到的讯息 几乎都是另外一半给的嘛 对 对啊 互相影响这样子 对 所以父母是 诶可能在七岁之前 人家不是说什么七岁之前还在西塔坡吗 所以你说什么他都直接吸收嘛 对不对 哦 那那个时候我们 说什么都相信 对 我们就 已经吸收到很多限制性信念了 然后再到 那个 结婚了之后又没有受到另外一半的滋养 哇 这个就会 嗯 就会影响蛮大的 然后 再来一个 就是祖先 祖先 对 就是有一点类似那种 DNA里面的一些 集体的意识 对 嗯 这个也会有 有一些影响 我们在探索 有一些个案在探索 一直追溯到根源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是祖先层面的议题 这样 嗯 所以也也蛮蛮奇妙的 所以我觉得 就金钱关系哦 它其实背后代表的是 跟家人的关系 跟 祖先的关系 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还有跟自己的关系 对 嗯 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财富能量 对 嗯 所以你们在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探讨这些 就是 怎么样去找到他们对于理财的一些观念啊 钱好难赚信念这些东西 嗯 原则上我们就会 嗯 很 个案 每一个个案的 来之前 我们会先让他们填问卷 哦 然后在这之前会去了解 哎 过去爸妈给他们金钱的一些观念 最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是什么呀 哎 也有一些人是受到很正面的影响哦 也是有一些检测跟诊断的方式 对 对对 然后再针对他这一次来 来访 想要解决的那个 一个问题去做探索跟解决 转换 这样子 对 嗯 像这样你这样做然后 原本那些学生就是本来有一些 很多人财务计划都不做 那当他们这样咨询完之后 你有看到他们有 他们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吗 除了完成 你觉得 你看见他们最大的转变是在哪里 嗯 像那种一直无法前进的哦 当你带他去看见某一个点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说哦 就是那个一直还没上车的那种 对 那有一句话不是 那规划已经做完一年了还没上车 啊对 我跟你讲这超多的 就连可能要换个美元 他都换不了 就是哦现在31块半 哎呦又32了 哎呦现在又30块了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换 就一直无法前进这样 对 然后像这种就去 去探索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对于自己没有自信 自我价值感低落 对哦 那所以在这方面呢 去带他去看见 不是有一句话说看见即疗愈吗 啊对对对 对啊 那当他看见的时候 他就觉得啊天啊 原来这个点影响我这么深啊 嗯 那当他自己看见 哎下一次这个感觉又跑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拉到影响他的那个点 就有觉察了 对觉察了之后马上就转化 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变成完全没有 但是他会 下一次那个感觉 不自信的感觉又来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知道说是什么原因 然后去转化 那我觉得这个后来 让他们在行动力上面就有很大的加分 对 嗯 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觉察跟看见这样 其实我我我其实有一个好奇 就是Lidia 因为之前我们有聊过 你觉得 你你自己本来是在做财务建筑师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外在 有一些技巧跟系统的嘛 对 然后 你自己这样 然后转换到 因为你觉得客户需要 所以你想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所以你就开始 开始提供有关金钱关系咨询 或者金钱关系疗愈 然后甚至有在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的 的服务嘛 嗯 对不对 对 我有点好奇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 嗯 其实这些 呃在谈 谈这些 呃原生家庭或是信念的东西 我们 我们接触蛮久的 嗯 然后可是 对你来说好像是这几年 这几年 透过财务建筑师服务之后 你才开始去探索到这一点 就像你刚刚说 好像2016年是不是 对 对 16年离职 对 然后17年开始做线上课程 对 然后18年就开始培训财务建筑师 一路也一直在做个案 对 然后从18年开始 然后培养一席财务建筑师 大家 有一些成果 可是有一些人 你发现 诶 他们就 怎么会 上次 不是不上车 或是坐坐车之类的 所以你开始接触到这个 对 那我好奇就是 当你 开始提供 这样的金钱关系 能量 疗愈的服务的时候 呃 你客户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吗 很高啊 然后他们 他们是 他们是身心灵的小白吗 还是说他们完全 他们其实马上就接受 或是他们其实已经有听过一些类似的观点 嗯 有 呃 我觉得这几年比较特别 就是 来我身边的个案 多少都有学过一些身心灵 所以当我在 陪跑的时候啊 就后面财务规划个案 在 在执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他这次来 有一点点抗拒要来跟我讨论数字 呵呵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诶 那要不我们来聊一聊 你跟金钱的关系 他说 嗯嗯 老师你还可以聊这个啊 呵 就感觉多一个提供的服务跟价值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说 当然可以啊 然后他们聊完整个就觉得说 哇塞 今天看到 一个过去我没有看到的点 原来影响我这么深 嗯 所以因为 我的身心灵就不是那种 飘的 因为我的东西就 就都落地嘛 所以我也会给他们一些练习 那这些东西是我 我结合了过去 我18年以来学习了这些 这些身心灵方面的东西 我学过西塔疗愈 学过 学过潜意识沟通 哇 好多哦 什么玛雅 然后什么 哎呀 太多了 我自己现在都数不出来了 那也是因为 对 我一开始都是学来自用的 我根本就没有想要拿来做个案 对 但我后来发现 天哪 这个累积金钱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内在状态的调整 那根本就很常会到一半就功亏一篑 要不就是根本都没有开始 还有哦 在这几年很有趣的现象是 我们有做那种专业财务体质检测报告 就一个小小的检测 它也不是那种完整版要跑模型的那种哦 但就很多人会说 老师你那个财务体质检测 我真的很想做 但我现在真的就还没有想要面对数字 直接这样讲嘛 对 所以看起来数字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大家来说 没错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培训出来的金钱哲理师 他们在开发市场的时候 也回报回来说 老师你知道吗 我昨天跟一个个案咨询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可以来算算看 你未来想要买房能不能达成啊 如果可以 你可不可以提早啊 再更提早去完成它啊等等的 对 然后那个案就说 没有我现在没有想要看数据耶 我看到数据我就头晕 然后因为我那一个金钱哲理师 他会塔罗牌 他说那不然我们来抽一张塔罗牌 看看你能不能买房 然后个案立马说好 对 就是人们更倾向 不想看数据 会想要一些 好像比较心而上的嘛 对 还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比较飘的东西 对 就是真的落地的那些东西 大家 想要来面对的勇气 还没有那么高 然后反而抽个牌卡呀 什么摸一瓶精油啊 什么的 接受度就很高 可是这样能够结合在你们实物上 就因为他如果不愿意看数字 然后再玩 再玩心而上的内容 那这样子 你们实物上 可以衔接得起来吗 就加入像这样的 服务之后 然后他们 真的有让他们 在外在然后都 开始愿意去面对嘛 还是说 还是说有可能 不去面对数字 结果 也不小心到目标 还是有种情况 也有可能 因为我的个案 或者是我的学员 我早期开的课 都是比较技术层面的嘛 不管是ETF挑战营啊 金钱整理营 这全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那他们进来的 就是进来的时候 就是想学这些技术 但是学完之后 他发现说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心力方面的加持 那会更好 所以我有了这样的课程 跟服务加上去 对他们来讲是加分 那反过来说 我一开始并没有那种 嗯 这个课程没有 跟数据没有关系哦 我们先来探索 我们内在跟金钱的关系 一开始没有这样的东西嘛 那当我把这样的东西 加进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学员名单里面 有一些人 从来没有跟我付过费 买过课程的人 他出现了 对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 金钱关系的课程里面 再去植入一些 底层的财务管理的观念 就技术层面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来让他知道说 诶 当我的内在调整好了 那我的技术层面 针对于我个人的 怎么样去安排 怎么样去执行 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 内外夹工大力丸 对 有内工 有外工 对 我刚刚想到就是 呃 好像是 来的人 他们心里想要 自己去做一个 很棒的 奶油蛋糕 嗯 然后可是 原生家庭受到伤害 所以 他们可能 爸妈曾经拿蛋糕打架过 所以 然后所以 他们觉得拿蛋糕 就是做蛋糕 没有什么好 没有好事 但是 他们想要做这样的蛋糕 对 然后 但是 又怕 所以 他们就 想要探讨这个东西 然后就 来到 来到现场 然后诶 转化了对蛋糕的恐惧之后 给他一个蛋糕的师傅 他就愿意做 对 对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感觉 那 对 我们在 这个金钱关系的 服务或课程里面 比较是带着他去看见 带着他去探索 也不会去强迫他说 哦 那你接下来就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啊 有些人他心情好 心情愉悦 财务状况 自己就好转了 对 就是一个 奇迹模式的概念 对 对啊 金钱关系的奇迹模式 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嘛 也有人是这样子的人生态度啊 那也没什么不错啊 对对 真是就 没有什么错啦 就他的选择啊 对 开心就好 所以你现在就是有在 除了你跟你 你的团队 有在 咨询 内在的金钱的 的关系 你也有在 也有在开始开 培训金钱关系式的课程 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的金钱整理师 他们在做个案的过程 也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那 那我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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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技术跟 疗愈的方式 那他们也希望 我交给他们 他们在服务 他们自己的个案的时候 如果 技术层面一直没有办法执行 或是遇到卡点 那就可以从 内在层面去探索 所以我才去开了这样的课程 结果也因缘忌讳的 把我的一些学员名单里面 从来没有跟我付过费 学过什么ETF 金钱整理的人 欸跑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 嗯 那 你在我名单里面多久了 他说六年了老师 我说那怎么现在才来 他说因为你之前那些课 我感觉我压力都好大哦 又要整理数字 然后又要看ETF 那么多标的什么的 是如果早点 早点来 六年已经 不知道已经完成多少了 可能已经到 到台南了吧 对 但是我觉得内在状态 没有调整好 他即便知道怎么做 他可能还是无法前进 那我就说 那这个课程 你为什么愿意来 他说 反正 讲跟金钱有关的嘛 就我也还是想要 让我自己的 跟金钱的关系变好啊 那这个东西 不用讨论数据 讨论这个探索 这个内在状态 然后一些原生家庭 或是过去的 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还挺有兴趣的 而且搞不好 我还可以去帮助我身边的人啊 对 哦 因为你看一课是 除了疗愈自己的 跟金钱的关系之外 然后他也会学会一套技巧 去疗愈别人 没错 就是去 嗯 去了解别人的金钱关系 然后帮助别人这样子 对对 就是自用也可以 也可以做个案赚钱这样子 没错 没错 因为我的课程 自用做生意量相宜 嘿 没错 没错 卖货车 对就是 因为我的课程 实操性 落地性 还是很强的 我没有办法讲 那个都是理论 都是飘的东西 我还是希望带着大家 去做很多的练习 在练习当中去体验 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 嗯 然后体验 看见 然后觉察 这样子 嗯哼 我们在 我们是在几月几号会有一场 线上的分享 12月20号 我在星辰老师这边会做一场 金钱的秘密的分享 金钱的秘密的分享这样子 对 那这里面会探索 一个人到底可不可以 轻松赚钱 哦 就是我们的 这个大家还有兴趣的议题 对 就是我们的 星辰老师常常讲的 做少得多嘛 然后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用力啊 很轻轻松松的 整个状态是很轻盈的 就去把钱给赚起来 那再来就是 我会讲一些 金钱基本的运行法则 还有就是 金钱的五大秘密 到底是什么 以及呢 这个我的强项 怎么外 怎么样内外兼修 去打造自己的财富水库 财务蓝图 这样子 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所以最大不一样 其实因为你的背景 还有你过去的经历 大部分可能讲 有些人 就只讲内在很飘 这样子 嗯 然后 然后有些 有些老师就只讲外在 然后内在他就不理你 但是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就是内外兼修的意思 对对对对 因为早期我都讲外嘛 外在激素层面 对 然后我以前也觉得说 没关系啊 你们内在有卡点 你们自己去外面上身心灵的课就好啦 但是我后来发现 有一些人上着上着就 更飘了 整个给我飘走 所以我现在要把他们 拉回来地球 我之前听过一些故事 还蛮有趣 就是 就有些太飘了 然后到最后就 他们他们都有一个玩笑话 他们就是说 就是 什么 什么上三轮已经飞到天上 然后下三轮都 完全没有在地上 哦 忘记他们是怎么讲的 就完全不接地气的意思 就完全不落地 没有去 对对对 就活在这个缥缈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觉得地球 它还是一个三维的场域啦 还是有一个物质的 这个层面在 还是有肉质在啊 还是有 还是有烤蛋糕的方法 确实有烤蛋糕的方法 对 而且 你总不能让自己一直 飘 然后穷得很稳定吧 这个也不是想要 在地球体验的吧 穷得 穷得很稳定 蛮有趣的 我人身很稳定 对不对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来听听看 12月20号 那个 Lidia老师开的 金钱的秘密的课程 OK 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 这个地方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对Lidia老师 她的分享有兴趣的话 也想要通过一位 内外兼秀老师 来协助自己 重新调整 你跟金钱之间的关系 重新规划 你的财富自由的路径 记得follow我们的社群 我们在最近 大概12月20号的时候 会邀请Lidia老师 来分享一个 有关于金钱秘密的活动 那我们在活动中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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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